國於臺北科技大學 歡慶一百一十一週年校慶 而副總統賴清德是貨班的榮譽 傑出校友 賴清德也表示感到很驕傲 而北科大是高照的技職龍頭之一 所以聲援並沒有受到少子化的衝擊 但校方也表示 一百一十二學年四季徵選入學 全校是有超過一半的系 將會從現行的第一階段 才繼統測所有科目的總積分 改為分科比例來篩選 原優惠各式攤位 大一新生依序到典禮現場 臺北科技大學一百一十一週年校慶 恢復以往熱鬧景象 副總統賴清德燒來總統祝賀 也為自己貨班榮譽 傑出校友感到驕傲 從今天開始 我可以說我是北科大的校友 我也可以講我北科大 我驕傲 從臺北工專 到臺北科技大學 北科大培育許多技職人才 一直是高職學生首選之一 目前全校近一萬兩千名學生 少子化衝擊不大 但學校表示一百一十二年四季徵選入學 全校十九個系有超過一半 第一階段不再採集統測所有科目總積分 改為分科比例篩選 譬如說我們的專一的部分我們會先篩選那個第一個 譬如說六倍然後專二再篩選五倍 然後最後再譬如說再用數學篩選三倍 這樣子趨勢 那這樣的話可能在第一階段我們的國文或英文可能就不看了 學校表示目前大學在職專班以及高中生的申請入學人數上有受影響 不過境外生和喬生穩定 這學年近來三百多人 全校外籍生一千多人 總之就是持續和各系所討論 滾動調整 招生策略